7月正是草原最美的季节,在内蒙古自治区郑兰奇,牛羊城群金莲花盛开的金莲川草原上,坐落着内蒙古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袁上都遗址。 近日,记者去往当地探访,了解这座700多年古城的前世今生。 袁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这座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 它是中国元代都城中创建最早,格局独特,保存最完好的一致。 其城市规划继承了中国传统理智文化中以中为尊,面南而亡的观念,而中轴县两边自由布局的建筑则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点。 这样兼容并蓄的城市模式,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明代初期废弃后,该遗址完整保存至今。 如今,袁上都遗址身移成功已九年,在当地文物局联合多个单位的悉心保护下, 这里也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内蒙古正兰旗上都河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探访时看到,遗址周边植被丰富,野生动物穿梭其中, 这一幅自然与文化遗址浑然相成的画卷与遗址保护者的工作密不可分。 对袁上都遗址在11年的工作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里。 袁上都遗址的保护和管理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成熟。 袁上都遗址的这个一砖一瓦,有着自己的特殊的感情。 在袁上都遗址,安防和监测系统日趋完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装有相应软件, 可随时对遗址监测情况进行查看。 此外,牧民百姓也是遗址保护者之一。 2012年起,200余牧户陆续搬迁出遗址保护区, 并自发组成了马背文物保护队, 巡护袁上都遗址外围保护区的三万亩草场。 不少牧民还成为袁上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参与遗址核心区的日常维护。 袁山都一直保护工作室,也是挺辛苦的。 夏天雨水多,秋天风大,冬天雪大。 在西林郭乐文化遗产博物馆内, 收藏着大量袁上都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李希敏在此工作已经五年, 他从小生活在距离遗址不远的上都镇。 他告诉记者,七百多年过去, 草原都城所承载的文化依然传承。 如今这里是中国查甘伊德文化之乡, 中国蒙古语标准音示范基地。 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移居的自然环境, 让人们对这座遗址,这片草原有了更多期许。 一方面是希望圆上都遗址的保护工作, 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同时更好地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关系, 更好地带动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的发展, 让来到这里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草原商都遗址它蕴含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魅力。